字幕提供 台幣它并不是 国际认同的 共同货币 所以在面对一些 不确定因素的时候 外资它会比较怕 外资被动式的操作 就是汇率为考量 对不对 期货跟选择权 为主要的一个目的 然后用现货市场 来当工具 可是你来看 我们在解盘的同时 本来一开始的时候 新台币是一路的一个贬值 但随后它开始做什么 贬值的幅度缩小 然后就在平盘的附近 这当然跟俄罗斯攻打乌克兰 它的一个状况的变化 它有很多的相关性 我说如果只要美国 跟欧洲不去做出兵 基本上很快就砍救 我就说很快就砍救 因为两个的军事 它的一个水准它差很多 那重点是在哪里 会不会形成世界战争 那看起来就不会了 因为欧洲跟美国 截至目前为止 俄罗斯都已经攻进基辅 基辅是什么 乌克兰的首都 都已经攻进基辅了 他们还是不愿意 没有说要参战 所以大概就不会世界战争 那就是一个经济的制裁 那我说过这一次的经济制裁 会不会像美国跟中国的贸易战争 这么的厉害 我说不会 因为俄罗斯基本上 它这个国家比较特殊 它比较特殊就跟英国一样 它是比较特殊的 它本身来讲的话 它是属于重工业 就像现在全世界都在讲 半导体都不要卖到俄罗斯去 你如果有兴趣去统计一下 台积电有多少的percent数 卖到俄罗斯 所以这个都是不痛不痒 再过来就金融管制 你金融不用管制 也没人敢投资 一个有战争的一个国家 所以它到目前为止 它都不打欺商权 什么叫欺商权 伤你又伤我 因为这个过程 就因为整个俄罗斯 它有天然气 它有油管到欧洲去 所以到目前为止 因为我说美国 在这一次里面 所谓的石油的危机 为什么没有像之前那么的厉害 因为美国它后来在石油危机发生后 伊拉克攻打科威特后 美国已经发明出来叶岩勇 再加上民主党的执政的拜登 他的金主就不是国防武器的 不是卖石油的德州那些石油商 对不对 他本来就不是主战的一个所谓的民主党 大部分很喜欢打仗的是在共和党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他就金融管制 金融制裁 什么半导体大家联合 那我就跟日本一样 话稍微而已 车用的都不够了 你说你车用感测元件 你不要去卖到俄罗斯 那不是白讲的吗 你叫全世界半导体不要卖给俄罗斯 你不是话贵 全世界的本来就半导体的 IC制造就不够了 你金元就不够了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我觉得大家不用扩大解读 除非什么 除非经济制裁 一路向上走 把整个石油带到了什么 带到一桶120块美元 恶性通膨 那时候是恶性通膨 你才要去做留意 否则在目前为止 我个人觉得 虽然站在人道的立场 俄罗斯攻打乌克兰 它不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站在经济 我就在之前举例过 站在经济的立场 两一的战争 在当时候美国也说 你赶快撤兵伊拉克 不然的话我就 躲久的时候 一个时间点告诉你 我就打 结果在那之前股市一直跌 等到正式开战的时候 股票都从跌停到涨停 台湾也一样 我刚才讲说 当你俄罗斯跟所谓的乌克兰 底定之后 这些的问题 到最后的一个制裁 大概就维系在那边 因为我说 没有人在这个过程中 敢打欺商权 我也说过 整个一个所谓的俄罗斯 敢在这边去攻 就是趁着全世界通货膨胀 乌克兰要加入北约 这些的天然气 这些的油管 其实都是在输给所谓的欧洲 那你想想看 世界几个重要的几个经济体系 欧洲可能对我们台湾 会有点影响性 像最近的网通 大家就会有点怕的原因是 因为有很多网通公司 是卖到欧洲 还有欧元的贬值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话 但是我刚才就讲 想太多了 不会到那一个地步的 那第二件事情面来讲话 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你在这种过程 你来看几件 技术面的一个角度 我说整个俄罗斯跟乌克兰 都如同鼠方说的 一步一脚印 不打欺伤权 伤自己又伤别人的一种打法 在这种过程中 我们就要回归回来 整个一个基本面 整个一个技术面 我说技术面的角度 到下个礼拜三 因为礼拜一放假 三个营业日就含今天 礼拜二礼拜三 到下个礼拜三 台北股市都是一个 很重要性的关键 也就是剂量式的黑黑 为关键性的K棒 昨日一步二看三准备 昨天我们说 因为它低档的背零 所以不可以杀低 其实今天都有反弹 第二件事情 你的三个营业日之中 能不能够暂毁 这根长黑黑的二分机 盘中就算 今天最高177 37 没到 它二分机是177 66 大家可以记一下 177 66 如果到下个礼拜三 能够到179 39 就是昨天的开盘价 盘中 能够让你看到179 39 二话不说 拉回即买点 短线上面的操作 跟中长线的操作的选股的逻辑 是完全不一样 我等一下里面才会跟大家 再来谈这个问题 那我说台北股市 在这个时间点 昨天我也跟大家分析过 长黑K的二分之一 就是177 66 但是它昨天是破之前的 低点176 33指标背零 所以我昨天就以美国股市 来做一个举例的 大家还记得吗 我说美国股市 倒穹指标背零的情况 不严重 所以反弹 昨天的倒穹有很强吗 大家说传产个股 要比较强 倒穹其实没有比较强 那跌最深的 整个一个NASDA的部分 我说它的指标是背零 看它弹很高 那更不用说 非半根本没破底 非半根本没破底 所以大家在人云亦云的时候 你自己要心中自然有定见 我说如果你要当日冲 隔日冲 一周冲 资金在哪里 你就冲那里 但是它也告诉你 那个过程之中 你要赚到大的比较少 航运是最近里面来讲话 我说航空 运输或是钢铁 是最近比较热门的 你要爱冲你就去那边冲 但是没有人规计你 一定要向上冲 你不对你也可以向下冲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来讲话 在这种过程之中 整个台北股线 昨天集中价OTC的融资 一共减少67亿 说实话如果减少了100亿以上 大概就可以确认 过往的经验就是百亿 它就是一个关卡 一天百亿 但很可惜它只有67亿 可能所以还需要洗个几天 这是大家留意的 这筹码沉淀是好事 日KG目前是交叉向下 我说做短的你就不用去想太多 你就静待交叉向上 你再来做进场 那好处是什么 之前我说中石户的第一只脚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 第一只脚买了20% 第二只脚逢低再买20% 因为他们之前有出 我就跟大家讲说 我12月份就跟大家预告过 他说如果你在之前没有出 那你可以等这一个 这个扭转的时候 你再去学中石户的递接 因为他有钱 他之前有出 那剩下他大概就会等底型确立 还有时间坡的整理的完成 我说时间坡的整理 快是3月结束 慢会4月才结束 所以这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用这样的一个角度 那你来看这个市场上面 市场上面有些人说 你要买飞电 我说不是不行 但你就不要坐太长 尤其是资金比重已经很热 你来看整个一个航空个股好了 随便航空个股2618 我们在讲的时候是十几块20块 现在大家都在讲 新闻他挣多久 我也跟大家讲说观光个股 你不要再去追 3月份要解封你才去追 很多人他会出 所以你这种个股都不可以什么 不可以在3月份 你来讲开底走低 如果有爆大量 一步二看三准备 这是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留意的 你如果是持股比比较高 你就等这个3 扭转向上 底部里面来讲 我就跟大家讲 他分成很多 在之前的去年一整年 我跟大家讲是这个复合底 复合底 没有人相信 整整一年之后才发觉 真的是复合底 好处是强处 是第二只脚比第一只脚高 那有可能是WD 对不对 可是他的重要点 都是你的颈线能不能突破 那美国股市再走这一个 再走这一个 但是这一个过程之中 我来看了一下美国股市 你能不能发觉到一件事情 这是道琼 道琼说昨天反弹幅度算是最少的 对不对 你来看 他低档的出量 这根的低点是不是有出量 低点有出量 低点有出量都在这附近 也就是说 在未来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但是这边有出量 这边有出量就代表 这一般而言不是散户 不是散户 也就是说不管你未来里面怎么多么的差 再下来你只要敢做一个加码 这个点位应该会来 头肩底这边是这个之前的低点 下来有去做加码 他至少会回到这里 都可以去做解套 因为他这都是有量的 有量的关键性K棒 有量的关键性K棒 而且都是到V转 不是到V转 直接V转 这都是 那你V转因为你涨太多 你从大跌到上涨 你涨太多一定会有短线 短线一定会有人去坐下车 毕竟来讲的话我刚才讲的 你的经济制裁只有停留在目前吗 大家还是觉得怕怕 不确的因素在那边就会怕怕 所以他还是会震 会去震 这是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留意的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在今天里面的好处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股市的第二只脚 有人进去买 台湾股市今天里面的走势 很多中小型的电子个股 我刚才讲 我现在要讲重点了 假设你现在是要买电子个股 或是以大盘来看 或是你要买 你要买传产个股 我没有意见 但是我跟你讲 传产个股 资金流向比钢铁是还好 运输个股它已经很高了 那你最好就是做短线 那你来看 台北股市是不是在昨天有破 之前的低点17633 他有破 假设你是在股价上面充斥的人 你要去选的是什么 没有破的 任何的多头没有破的 没有破的 那就是代表有阻力 除非你要去选的是什么 价值投资 就像在今天里面 杨映超先生说的 如果台积电有600块钱以下 他闭着眼睛就要买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是好股碰到倒霉的事情 可是因为现在的台币的贬值 外资会卖就是卖这一些 所以你站在投资的角度 他又回到600块钱 他是弱势的 这个就是投资 他就是投资 比如说高值率的概念个股 低本益比的概念个股 他就是投资 台积电就是投资价位到了 就是600块钱 627以下 600都有长期投资的价值 所以我的看法 我对俄罗斯跟乌克兰看法 从昨天到今天 我都没有改变过 从过去到现在 我也没改变过 如果你问我 鼠放一项实话实说 你问我现在里面我想买什么 我想买电子 我永远跟大部分人的想法是不一样 现在有6成 5成的资金都买飞电 有将近4成的资金都买运输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觉得也不会赚到什么大钱 有机会赚 但赚不了大钱 可是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的原物料的一个部分 你都买在相对的高 那我跟大家讲 在过去里面 我说这是油 我不要对比到运输 我也不要对比到钢铁 因为运输跟钢铁人比较多 我们就对比到硕化 你有兴趣你再去对比 对比钢铁跟所谓运输 你就懂我的意思 油价这原物料的个股里面 它从90 我说警戒100到120 当时候也是很多人说 要买原物料概念个股 有涨 有涨 可是在历史相对高的一个水准 就像当时候的油 30块钱以下 很多人都好像看衰 说它到20以下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怎么说的 100块钱以上的油 它也不正常 在长期之中还不正常 那你100块到120 它有 可是你来看 硕化个股已经跌下来 等到真的原物料的价格下来的时候 瘦化个股反而在涨 有在涨 但是重点是 谁涨幅比较大 或是后来涨更多 并不是瘦化个股 因为瘦化个股 你最后原物料价格 膨下来的时候 它也是跌下来 反而你涨幅是有限 跌下来的风险 比大盘还大 大盘的涨幅 看到没有 一路往上走 所以你买原物料的一些 相关的概念个股 短期OK 但是在长期 如果它报价在相对的高 你自己要去注意 曙方在这边里面告诉大家的 资金在哪里 短期本来就坐那里 运输 钢铁OK 但是我刚才给大家看 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的对比 你问我的话 中长线的布局选电子 我个人选电子 我并没有强迫大家 如果你要买飞电的话 你是站在基础建设 站在所谓的殖利率的考量 但是一定要选择 获利不要这样掉下来的 我没有意见 或是你直接就去买高股息的ETF 你喜欢存股主 你就买高股息ETF 会比你买单一个股会好很多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看法完全没有改变 2022年福货的相依 俄罗斯跟乌克兰看起来是货 可是很多的个股 它反而出现了清洗筹码 投资它的一些的价值 所以安心成长的一个机会 就是你去选成长概念个股 我的看法是没有任何的改变 就算你要买高质率概念个股 也要买至少成长型的 我们进段广告再来跟大家讲 我说在这种过程之中 其实电子产业 2022年能够成长的 真的是凤毛铃角 大概就是那几类 到底是哪几类 我们等一下进段广告 再来告诉大家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在最近里面来讲的话 大家都会谈到原物料上涨 战争的一些的受贿个股 但是我个人认为 在这个时间点 它只是一个题材 它并不是一个议题 原物料的相关 除非你跟基础建设上面 它是有关系的 这个部分我没有意见 可是如果纯粹炒题材 什么金 这个我就并不是非常的认同 短期是可以 你不要又回归原点 你才来后悔 你做短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会员里面 抓紧几个方向 因为电子资金比重里面来讲 它最低曾经掉到42% 那就代表它的筹码反而是干净的 大家都要买飞电 觉得飞电安全 我给大家看过了 道琼 道琼安全吗 道琼没有安全 所以才会跟大家讲说 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自己要去做选择 你要怎么选呢 就是譬如说你要选电子个股 你是要做股价的 还是做投资 做投资当然 譬如说你是高指率率 当然跌 那跟基础面没有关系 你跌你的本益比就越低 你跌你的指率就越高 可是如果你是要做股价的 你就要去选的是什么 大盘它去跌破前波跌码17633 但是你的股价去没有跌破17633的 而且有整体族群性的 那当然最好 目前看起来大概几个 一个就是半导体IC设计 半导体 第二个它就是什么 ABF我讲了非常非常的久 我想大家也知道 从20几块钱一路讲 我觉得ABF本来就是看好 但是你的操作 乖离太大的时候 就不要过度的追高 第三个就是来自于 在车用电子的部分 我说车用电子 它每一次都会成为法人 它的锁码的部分 它只是现在锁什么 然后前一段时间锁什么 就是不断不断的换 但它最终都会回来什么 跟电有关系的 因为电动车 它最强大的获利的来源 就是来自于跟电有关系 所以你可以来做一个检视 我们来看一下 3675的一个德韦 是整流二极体 有破吗 2481的一个强帽 是整流二极体 有破吗 8255的蓬城 它是整流二极体 有破吗 没有破 那我也跟大家讲说 下一批是不是就会轮到 CMOS 跟整个日本有关系的 Sony靠到车用 那Sony靠到车用 就两家嘛 一个还没有挂牌在新柜里面 另外一个627的同心电 有没有发觉到 它也在打搅 那电池的部分里面来讲 在今年的成长性比较强 而且不是只有 接宁德时代的订单 但电池的材料的部分 我有跟大家谈过 这个电池的部分里面来讲 目前看起来康普是比较好 在今年的营修会创历史性高 因为它沽跟涅的产品三月 下个礼拜就三月 我没有说二月 三月它会开始大量出货 所以营收就足迹走高到年底 那获利也会创历史性高 你来看4739的康普 有去破吗 没有 那这都是 如果你的获利 你获利能够再去创历史性高 而且你的订单都被订掉了 它残当都被订掉 我觉得那就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车用电子的部分没有改变 ABF没有改变 半导体的部分也没有改变 这是大家自己去做一些 留意的事情 至于在高速傳輸的部分 我也跟大家讲 高速傳輸也是在今年里面来讲 跟网通很重要的 但是网通在今天 譬如说大家会问 为什么今天制一跌 为什么8155的博制 还在涨 还在这么高 还是快要200块钱 我说这个中间的差别在 制一它是很稳定 去年8块多 今年10块多 对不对 第二件事情 制一有欧洲 有欧洲的产品 大家就担心 你去欧元扁 欧洲这个问题上面 所以你就看到投信卖一些 但是这个会 損于它的长期投资的价值吗 我个人认为不会 我个人认为不会 那就看你的想法 那博制的部分 一样 它就维持在高档 有去破之前的低点吗 没有 那我说过 博制以它元月份的营修来看 今年的获利一定 法人一定会调高的 占上200块钱 它是迟早的事 高速还速的部分 除了博制 外就是金像店 这部分大家自己去做 一些的一个留意 所以在这种过程追踪里面 有很多的个股上面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你不要管这个市场上面 到底这个风风雨雨 消息面的起起伏伏 你自己要做好的规划 就像我跟大家讲说 你在面对这个时间点 在昨天一定很多人会害怕 到这个时间点 你看这个节目还是会很害怕 但是如果你能够把过去的一些的历史 再来看俄罗斯它本身的经济体 再来看拜登跟欧洲 以及联合国的理事会 目前的制裁的一个内容 你就可以了解到 雷声大雨点小 可能是在这一次 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之中 你可以看到的现象 2022年既然是俘获的相依 我觉得在这一次 因为俄罗斯攻打乌克兰 整个电子个股的筹码 搞不好清洗得更快 股价跌下来了 它的投资的价值 它就会浮现出来 所以我认为中长线的布局 我没有是是而非的答案 就是电子 你要短线上面的操作 那就是非电 看你的一个做法到哪里 如果你在股价上面的操作 你要去做选择 我刚刚已经讲 电子个股要选什么 如果是在股价上 你要选现在的低点 昨日的低点 没有破之前低点的个股 这就是你的一个选择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安心选择好的个股 去耐震 不要随着消息面起舞 跟上鼠方在未来成长股的操作 打电话进来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选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 为了计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 人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